全球开启动物化时代 每个人都会变成自己接触到的最后一种动物 有人吃了牛肉 变身成牛魔王 大杀四方 有人吃了鱼 化身成恐龙 镇守城市一方 还有人吃了鸡蛋 竟被长双翅 遨游天际 而身为野生动物园安保的女 却因为当时吃的是炸鸡 变成了一只会打篮球的昆昆 最终不到两天就被大型动物所猎杀 如今重生归来 回到开启动物化时代的十分钟前 于是她迅速起身 拿起一串钥匙 几百米外的标本馆 几分钟后 灯火通明的标本馆内 灵性强忍着恶心 咽下了一片包制标本的皮毛 马德如果是一场梦 工作没了还得到天 而且吃这玩意还中毒 灵性紧张地盯着手机 等待着六点到来 同时准备伸手入喉催吐 某一刻灯光熄灭 整个蓝星的气息骤变 所有电力消失 就像一个气球内的氢气 短时间被抽空 又在短时间内换成了二氧化碳 所有人类都失去意识 身体开始扭曲 变化重塑 猪鸡狗猫牛羊鱼 还有猴猩猩狮子大象 大约持续了十分钟的时间 一个突兀的声音叫醒了所有人 恭喜蓝星 正式开启动物时代 全球人类都会变成最后接触的动物 生存成长是唯一目标 友情提示 一成长顺序 为初始体成长体 成熟体 二杀鹿近视光照呼吸 可以促进成长 三遇到宝箱恭喜你 你可以试着杀死怪物 打开宝箱 四遇到发光的石门 你可以试着走进去搏一搏 注意身边的响动 那可能是你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六集中注意力 莫想可以掉出面板界面 七星时代的动物们 加油声音消失后 全世界都陷入混乱之中 充斥着各种动物的叫声 最多的就是鸡叫 再之后是猪羊鸭牛猫狗 因为不论是东方还是偶妹 这几种肉类的消耗 都是最大的 反而一些饥寒交迫的地方 物种多一些 还有就是养宠物的人 相对来说很幸运 至于那些变成鱼虾的 已经被神秘力量 转移到了就近的江河湖海中 没有出现想象中的 躺在地上干 扑腾到死的状况 标本馆 一只挂着破烂保安符的大猩猩 翻弄着身上的黑毛 我特么吃的是东北虎的标本吗 怎么变成了大猩猩 难道东北虎的标本是假的 东北虎之前 我还摸了狮子熊瞎子猎豹 难道也是假的 只有大猩猩是真的 灵性呜呜两声选择接受 再怎么样也比机强 变成大猩猩后 遵循了大猩猩的本能 连走路都想依靠两个 更加粗壮的前肢 但他却主动克制 有意识地直立行走 晃晃悠悠 有些怪异 就在他准备查看属性面板时 一串信息出现在脑海 第28项修改器定制版同步中 1020灵性 目瞪口呆 好熟悉 这不正是刷骨绒之鼎时的嗨嗨 努力与坚持吗 丁同步 完成超级伤害10倍加载 完成超级生命10倍加载 完成超级体力10倍加载完 遇到未知问题加载失败 已清除 不会冰冻加载失败已清除 不会流血加载失败已清除 一击必杀加载失败已清 清除瞬间转移加载失败已清 除无限精力加载失败 已清除正在兴奋的灵性突然禁止 血压差点标出天灵盖 28项就剩下两项了 灵性懊悔不已 早知道坎德校长的时候 将超级伤害改成一倍了 空气空气都得怀孕 默想面板眼中出现一个半透明的光幕 有两个模块个人信息社交 个人信息 灵性物种大猩猩 身高155米 体重813千克 天赋10倍 伤害10倍生命 初时体等级0 成长点02 还不错 虽然不无敌 但至少比一只机强 嗯不对 是不是看小说看傻了 现实里的伤害 别说增强10倍 就是一两倍都可能造成秒杀效果 看完个人信息后 灵性打开社交界面 社交包括好友区和聊天区 聊天区有世界国家区域 附近和私聊频道 初次使用默认的是世界频道 什么情况 我特么成了一头猪 还是一头小乳猪啊 无良商家说的 几百斤的大猪哦 我一定是在做梦 狮众可以醒过来 我从帝国大厦跳下去吧 好真是我 为什么没醒 楼上两位漂亮国兄弟还在吗 这会不会是蓝星最新的虚拟游戏 七点上有好多脑洞 书神爱世人 这是我主对罪恶世人的考验 是通往天国的光明大道 杀必我捷克马 现在是一头雄狮 我要征服世界 B仔子你来挨着嘎达试试 午夜教你做事 灵性只扫了一眼当前屏幕 后面的新未读就有99999家 他没关注这些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 甚至连国家频道和区域频道都没看 直接切换到附近 因为他隐约记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需要确认说是附近也有 方圆20公里 人数少了 但屏幕上的信息却一点不少 没有人 我为什么会变成一只鸡 肚子好饿 前面有一只蟑螂 好恶心 但为什么我好馋 凭傻老子是一只老鼠 我家里怎么可能有老鼠 我和姐姐都变成了狗 我闻到了屎味怎么办 茵茵好羡慕 我爸妈在一线 我想妈妈 马彪你死哪去了 一夜没回家 老娘变成了羊 快来保护 我家的猫咪好漂亮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老福摊床上八年了 现在终于能两条腿着地了 哈哈哈哈喂 有没有和树一样 喝了狐狐酒变成大老虎的 大家都变成什么动物 都说一说 以后好相认 我是鸡我是鹅 我是鹅兄弟们 家我好友私聊 大叔在哪里 小白兔求保护 鹰鹰鹰 楼上的都嫌死得不够快吗 有本事出来单挑啊 老子可是哈士奇 会怕你一只兔子 笑话看到这些 隐约和记忆中 差不多的聊天信息 灵性也就放心了 那件东西 应该属于我过 依照当时太阳的高度算 差不多快到中午了 时间充裕 看着热闹的聊天面板 灵性感慨万千 他也能理解 变成了动物 失去了语言能力 面板上的交流 成了绝大部分人的心灵味解 他曾经就在这上边 浪费了太多时间 关闭界面 灵性超级狡辩的安保钢棍 离开了黑暗的标本馆 与混乱的城镇相比 这里显得有些安静 最近的三号安保室 也在一公里外 职业般的叫刘全 关系一般 不知道变成了什么东西 重生前也没印象 没那份闲心去查看他 现在要做的是成长 稳健苟且 最后只能成为肥料 灵性拎着钢棍 徒步跑向最近的脚马区 作为大猩猩 它是可以开车的 但不能开 因为规则变了 变没了产生能量的燃油煤气火药等 就像被改变了分子结构 变成了巨燃物 灵性进入脚马区 很快他发现自己想多了 哪有什么羁绊乱杀 那些曾经可爱温顺的猛马 不在温顺 也不是冲向闯入领地的 不算之可 而是警惕着远远跑开 灵性追赶了几次 都没有抓到一只道士 没有开启成长 就难办了 其实 如果灵性能很下心 直接去员工宿舍 或者去安城是最好的选择 但它终究 还保留着属于人类的善良 至少短时间保留着 灵性决定去往水族馆 那里的乌龟海龟等 都是行动迟缓的动物 离开时 它又将脚马区的铁栅栏锁上了 这也是成为大猩猩后 它不抵触的原因之一 手的作用很大很大 那些能对灵性造成威胁的食肉动物 都被铁栏隔离着 不用担心成为猎物 加上 大猩猩本就不是依靠敏捷偷袭的动物 它跑得很大胆 也很快片刻之后 灵性停在了另一个铁栏栏外 它的目光 在手中的钢棍 和远处几头庞大的身躯之间徘徊 表情中流露着象征智慧的思考 灵性对动物习性的了解 虽然没有饲养员训养员透彻 但作为经常与动物打交道的安保 它也有足够的认知 有些食肉动物的领地意识很强 哪怕还没有开启成长 只要自己闯入 就会遭到猎杀 就像东北虎熊虾子等 而犀牛同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但一般比较温顺 视力若速度爆发不快 灵性决定对这几头犀牛下手 原因不只是因为犀牛的特性 还有十倍伤害的系统 是天赋试一试 不行还能跑 猎杀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比杀鸡得来的成长点多多了 灵性取下安保钢棍握把的塑胶 露出类似一字螺丝刀的尾端 然后以尽可能小的声音爬过围栏 慢慢地靠近犀牛 一直来到离近十多米处才被发现 然而犀牛中就属于懒性动物 只有那头最大的雌性犀牛 抬头扫视着闯入的大猩猩 其他两头右犀牛 还懒散地趴在小尸地边上 短暂地静止过后 灵性紧了紧手中并不粗壮的钢棍 两条后退和左臂支撑地面 肌肉绷紧 右臂抬起保持投掷的姿势 也就在他准备攻击之时 一股强大到爆表的自信出现在心底下 一瞬钢棍化作标枪飞向犀牛 犀牛妈妈根本没有在意 毫无威胁地攻击 或者说即使在意也没有办法应对 一米长而壁粗的钢棍 直接从犀牛的左脸没入 凿穿了脑袋 后右的插入 犀牛又肩背爆出大片血化 乌翁犀牛妈妈发出痛苦的丝嚎 身体踉腔的栽倒 又造成了二次伤害 只是没有立即死亡 两只小犀牛混乱了 而灵性也有片刻的尸神 按照开始的预想 他攻击的是犀牛的眼睛区 只是准头不行打歪了 这次攻击能不能破皮还两说 加上十倍伤害的话 或许能插进犀牛的肉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一击致命 那十生命 难道是正常情况下 自己会被打死 实际却要被打死十次 灵性兴奋了 忍不住发出呜呜的吼叫 两条粗壮的手臂锤打胸膛 然后又猛击地面 向着比他体型还大的两只右膝冲去 然而刚跑几步的灵性 直接转身 跑向铁门方向 因为一只体长四米的熊犀牛 从树后跑来 地动山摇 宛若一头坦克 灵性不怀疑 伦敦的犀牛所造成的攻击力 随便被蹭一下 就得伤筋动骨 不过熊犀牛没追多远 就回到了母犀牛身边 滋滋地拱着 想让伴侣站起来 灵性远远注视他 知道自己很残忍 在几分钟前 犀牛还是保护动物 但现在的生存法则就是这样 没用多久 母犀牛不再动弹 痛苦的滋滋声消失 灵性耳中出现一个声音 击杀白犀牛 成长点41 竟然有41点收益 惊人骨磅礴的能量凭空出现 席卷全身 骨骼开始增长 肌肉开始强化 毛也更浓密飞量 个人信息灵性物种大猩猩 身高184米 体重149千克 天赋10倍 伤害10倍生命 初食体等级6 成长点4164 果然还是猎杀大型动物收益高 升到10级 需要好像也没那么遥远 生前坐鸡时 吃了一天的虫子 加上晒太阳 也才升到三级 不由灵性不兴奋 体型的增大 增粗增硬 带来的效果是全方位的提升 兴奋过后 灵性又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犀牛群身上 但它还没有失心中的空手 冲过去叫板 论敦中的熊犀牛 在周围寻找一番 很快便扛着一根原本事 用来固定路牌的 两米多长的三脚铁 返回如同先前一样 小心翼翼地 强了不少 也无法像使用钢棍那么顺手 不过 它也不会挥舞着三脚铁 与犀牛肉搏 这一次 灵性还没靠近到20米距离 便被熊犀牛发现了 熊犀牛不在铁时死去的伴侣 朝着灵性发出嘶嘶吼叫 此刻的灵性在犀牛的眼中 仍旧属于没有威胁的存在 这是食物链顶层动物的天性 没当做威胁 不代表着不会做什么 熊犀牛开始腹地身躯 暴躁地动弹 四肢向着走来的灵性方向开始加速 扑通扑通 扑通 看得陆地坦克一样的熊犀牛冲来 在坚信自己能为猎杀者的信念冲击下 灵性也爆发了大猩猩的凶险 之前一样 两腿和更加粗壮的左臂 牢牢地将身体固定会 肌纤维强力收缩 三脚铁横拉成镖 枪尽了两米多长 手臂粗细的三脚铁飞了出去 没有破空声 喷直扑通 吃吃吃吃 战斗结束了 只有约莫十四的三脚铁 落在犀牛的鼻孔之间 其他的全部没 这一次 似乎直接摧毁了犀牛的大脑 和神经系统 挣扎都没有 当犀牛停止滑行时 离灵性的脚边不到三米 击杀白犀牛 成长点加35 灵性又增大 增高增粗增黑了一些 怎么才35 半说 这雄性犀牛 比雌性给的更多才对啊 难道是因为等级高的缘故 很有可能 升当还是小鸡屎 吃两条虫子 都给了两个成长点 升到等级一 升等级二需要 四点当时 找了十好几条虫子 升等级三的八个成长点 可是花了大半天时间 吃的虫子 估计有大几百了 愣现在 让我吃虫子的话 吃到猴年马月都不一定 给一个成长点银杏 握住三脚铁 四肢发力 将血淋淋的三脚铁拔出 如果他还是一个人 会难以忍受 这样血腥的场面 和恶心难闻的气 但此时 他是一只可以生死 同类后代的大猩猩 没有任何不适 就地生吃血肉都可以 甚至将犀牛吃掉后 还能给他提供 不菲的成长点 虽然吃到胃里的食物 很快就会消化掉 可以做到不间断的进食 但几吨中的犀牛 就是不停地吃 每个一两天都吃不完 现在哪有时间耽误 扛着三脚铁 银杏走向两只 围着母系打转的小犀牛 对不起 黑小犀牛独特叫声 往常特别吸引游客 但现在 他只能说声对不起 片刻之后 两只小犀牛 分别为他提供了七个 和八个成长点 人性系里也变成了 出尸体等级七 成长点九万一千一百二十八 从全球人类变成动物 到现在不足十分钟 灵性已经向着等级八迈进 灵性扛着安保钢棍和三脚铁 离开了犀牛区 他知道等原生动物 开启成长后 这四头庞然大物 将会成为蛆虫蚊蚊成长的养料 没办法他不可能浪费时间 钻木蛆火将尸体烧掉 而且他想烧也烧不了 尸体还很湿润 与犀牛区隔 都鸡鸣得很 即使猎豹猎狗 想要捕杀一只羚羊也不 是件容易的事 更别说 他这个不以速度见长的大猩猩 更重要的是 他的臂力和准头 还不足以支撑他百发百中 灵性继续向着水族馆方向行进 半个小时后 建筑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 上下两层的水族馆门口 出现一只两米高浑身毛发紫黑的猩猩 背上五根倒托在地的三角铁 在还未升起的朝阳下 有种难言的野性 正是已经成长到等级8的灵性 半个小时里 河马像长颈鹿牛 骆驼等大型东区一扫而光 现在 他的个人信息已经变成了灵性物种 大猩猩身高203米 体重2578千克 天赋10倍 伤害10倍生命 初时体等级8 成长点473512 他猎杀的都是大型物种 给成长点多 但随着等级的提升 收益相对也就低了 就像最后猎杀一只骆驼 只有4个成长点 这半个小时的猎杀 他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 两米多长的三角体 不说百发百中 至少能够保证 命中近距离的大目标 现在水族馆 才是他最终收获的地方 水族馆属于2号安保室的巡查范围 怕没有钥匙 但那又怎样 放下在公路上拖了一路 尖端已经磨得有些锋锐的三角体 取下破烂安保符上挂着的钢管 直接暴力拆锁 如果往常这样做 一定会触发警报 同时也会被2号安保室的监控捕捉到 但现在就没人管了 刚刚走入水族馆 灵性脚步一致 呼吸变得局促 因为他看到办公区台前地面上 有一个散发着淡青色荧光 六瓶装白酒香大小的盒 这难道是青铜宝箱声 前坐机时 他经常在各个聊天频道瞎逛 了解到宝箱有两种 一种散发淡青荧光 被动物们称为青铜宝箱 另一种散发亮荧光 叫白银宝箱 短暂的愣神之后 贪婪滋生 迫不及待地想要据为己有 那个全世界都能听到声音说过 宝箱都有动物守护 应该说怪物 而且坐机时 也通过聊天频道知道 一旦进入青铜宝箱十米范围内 就会受到怪物的攻击 视线内没有怪物的影子 那就只能是在工作台后边了 工作台的高度一米 预示着怪物不会太大 灵性放下四根三角铁 只一根握在手中 全神戒备地缓慢靠近宝箱 走了五步后 灵性听到了工作台后有响动 说明已经进入了十米范围 灵性呲了呲哑 他有底气 面对任何守护青铜宝箱的怪物 下一刻注视着工作台的灵性 随着怪物的出现 也跟着扬起了脖子 同时迈入十米界限的右腿 本能地收了回来 咕咚这寸步不大吗 只见在工作台后 一条水桶粗黑黄相间的大蛇 升起头颅 俯视着灵性 单单扬起的部分就至少四米高 蛇身不得二十米开外 丝丝 鲜红的杏子吞吐抖动 搜集着一切有用的信息 确实能成为怪物 灵性紧了紧手中的三脚铁 由不得他不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大型掠食性动物 之前主动猎杀 大象犀牛 都属于温和的食草 或者杂食性动物 一蛇与猩猩隔着数米距离对质 大猩猩在给自己增强信心 而蛇则在等待猎物 进入他的规则之地 数秒之后 灵性放下三脚铁 双手半握成拳 将胸膛锤的喷喷作响 僵尸口中发出污的叫声 越来越大 然后戛然而止 右臂后仰 三脚铁平举 下一秒尖端 被磨得锋锐的三脚铁 被数百公斤的臂力投出 化作离线之剑 冲向工作台 惊世也好 无屑也罢 巨蛇中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引线的火花加血花 撞击的巨响加丝毫 就是战斗的开始 灵性没关注贯穿工作台后 对巨蛇造成什么样伤害的三脚铁 迅速捡起第二根 以同样的方式投了过去 两秒内一连全力抱头五根 此时大口大口的 穿着粗气的灵性 才有心思查看 那排高档颗粒板制成的工作台 已经成了碎片 不是灵性贯穿造成的 而是巨蛇疯狂扭动的结果 弹起来的至少二十米的巨蛇身躯 被五根三脚铁穿了起来 丑陋扭曲破烂 配上鲜血 就像烧烤架上 刚刷过酱料的原生肥肠 呵呵立起来的脑袋 可能头部中 盘在地上的还不重 灵性呲牙咧嘴 呜一声 不再搭理疯狂扭动的巨蛇 到外边拔了几根 不是三脚铁的指示牌 刚柱又巡视一圈 将能用来攻击的椅子灭火器 消防栓头等金属制品 全都一股脑袋集中到一起 锤胸顿足之后 奋起全力 接连不断地一股脑投了过去 累得瘫坐在地的灵性 静静注视着巨蛇 疯狂扭动了数分钟 击杀等级9 狂蟒森燃出尸体 成长点加249 呼巨大的危险 伴随着巨大的机遇 它现在的等级 石头成年大象 都不一定有这一只 蟒蛇的成长点多 等级久的 灵性更高了 更壮了更硬了 也更黑了 剧烈的消耗过后 灵性饿了 这条巨蛇的舌胆 以及某些器官 将是最好的食物 就在它刚想走过去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 一道红光过后 被搞成像蜡肠 又像刺猬的巨蛇消失不见 淡淡的浇糊味 飘散原地 只留下一抹黑灰 黑灰之中 可见一把散发着 淡青色荧光的钥匙 宝箱狂猛森然红光 烧死智慧之光 在大猩猩眼中闪过 思考着其中蕴含的讯息 想那么多没用 收获成长才是实打实的 灵性走过去 拿起钥匙 入手冰凉 给它的感觉和三角铁 差不多 又抽出一根钢管 回身到青铜宝箱旁 奋力挥动 钢管与宝箱 发出金属撞击的巨响 钢管弯了 宝箱完好无损 甚至没有一栋分毫 我就试试 看来想多了 灵性老老实实插入钥匙 一阵缺少黄油的齿轮咔咔声过后 宝箱打开 黄蟒森然之源 加一使用后 可转变物种 献出尸体 第十三代血蓝花精华乳 加一使用后 增加150成长点 献出尸体 伴随着提示 灵性看到 两只还没它小目指大的金属管 竟然出了物种转换源 我这运气还不错 不过还是有点可惜 前生是小鸡时 它就梦想转换成一头猪或者狗 现在这么强大的巨蟒摆在面前 它都觉得索然无味 别说蟒蛇了 就是能转换成等级9 东北虎的诱惑摆在面前 灵性9成9不会还 虽然大猩猩物种本身不够强力 但有手吗 也没有服用 那只名字内容很丰富的精华乳 想等最后再用 毕竟越到后边 猎杀带来的收益越低 现在已经变成了等级9 成长点721,024 再加上精华乳提供的150点 需要再弄到152就行了 将两只金属管收起 放入破旧安保福口袋 它又用力搬了搬空箱子 还是纹丝未动 然后便挑选了两根钢管 至于那些三角铁 早就被扭成了麻花 它要为等级时做最后冲刺 乌两声向着里边跑去 水族管一层外边是办公区休息区 里边是水聚场和参观隧道 鲨鱼管海报馆等 二层主要是展示池展示柜 还有看台餐饮等 但当它路过最近的一处金鱼景观市 突然停下了奔跑 于那 它又继续跑一段 每一个展示池里都空空如也 这些水族 不会也被挪移到究竟的活水中了吧 短暂的失神过后 灵性突然想到 从聊天里了解到的信息 买马匹呜呜两声 它没向你继续求证 拖着钢管跑出水族管 天一亮天空从未有过的清明透彻 灵性思考着接下来的行动 有三个选择 一是原路返回 去猎杀那些羚羊脚马迷路等动物 二是 去往另一个方向 那里是食肉动物区 有草原狼猎狗猎豹老虎等 三是出源方向 路上还能猎杀些猴子 或者去往宿舍旅客宾馆酒店 然后再去安城 几秒之后 灵性决定去往食肉动物区 安城一定会去 只是还不到时候 杀曾经的人 多多少少还有些心理负担 而且 一群鸡鸭猪羊带来的成长点也太少 而那些食草动物都鸡敏得很 追不上 最好的选择反而是肉食动物区 有了决定之后 灵性拉着两根钢管 开始奔跑加速 跑动声加上钢管与混凝土路的摩擦声 异常响亮 没多久 便来到了最近的草原狼区 说是野生动物园 实际上只是放养的面积大一些而已 铁栏更高更坚固而已 该投食还需投食 该隔离的也隔离 灵性放慢速度 左手继续拖着钢管 右手则提起一端与铁栏接触 当当当手中的钢棍与铁栏 摩擦出均匀的撞击声 它在吸引恢复野性的狼群注意 其实在它拖着钢管跑动时 狼群就已经解决 基本上吃不饱的草原狼 很快进入了狩猎模式 但隔着铁栏 灵性不担心自己会被偷袭 片刻之后 灵性停止了敲击 也停下了脚步 握着钢管 转身背靠着铁栏坐下 大猩猩也是狼食谱上的动物 加上满身的血腥气 一定会成为狼群捕猎的目标 但它的体型太大了 足够谨慎的狼群 不会轻易出手 它等不起 只能以不设防的后背面对狼群 它的策略很快得到了验证 凭着成长到等级久的灵敏听觉 它知道狼群已经到了身后 它还在等 等到足够的距离 某一刻在刺着獠牙的草原狼 想要扑向它的后颈时 两条握着钢管的粗壮手臂 猛然捅向身后 快若闪电 扑刺熬屋 根本不用转身 鲜血从管道内流出 两头狼的身躯 顺着铁篮滑落 其他狼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惊讨了 灵性的状态很迷人 在不识者眼中 它还是食谱上的大猩猩 只是体型大 但只要被攻击到 就享受噩梦难度的伤害 击杀草原狼 成长点加11 击杀草原狼 成长点加1223个成长点入障 让灵性舒服了不少 果然还是食肉猛兽给的成长点多 之前一头骆驼才4点 就是太难杀了 灵性顾忌虫狮 背靠着铁篮 等了约莫一分钟 没有狼过来 它知道两头狼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 放下钢管 两手伸过铁篮 用力撕裂 身中手中多了一条血淋淋的狼腿 灵性也不停留 一边啃着大骨头 一边继续拖着两根钢管向前行去 顾忌虫狮 简单粗暴 熊瞎子猎狗花抱狮子 20多分钟后 灵性来到东北虎区 还差7个成长点 只要猎杀了一只东北虎 它就能到成长体 它就可以去做想做的事了 虎能灵性 看着比足球场还大 为了提高收益和分流 特意被安排在最里侧 得灵气最大的东北虎 园内空空如也 两大一小的东北虎 现在一只都看不到 难道跑出了领地 以前的东北虎经过驯化 即使坐车近距离关虎 也不会遭到攻击 更没有东北虎逃离虎猿的行李 现在倒说不准了 毕竟原生东北虎 是有可能翻离6米左右的铁栏的 会去哪呢 跑到了西边的山林里 还是在园区内 灵性收起轻松的姿态 它要防备偷袭 即使它自信 凭着现在的反应速度和防御 有能力在被袭击之前 一棍子捅死东北虎 但万一呢 体长接近3米 重量接近300公斤的熊虎 偷袭可不是闹着玩 得它又将目标放到了狮子身上 刚才杀死了两只 一熊一瓷 还有一只瓷尸 和三只黏又血的灵性 只留一根钢管 另一根扔掉 谨慎小心的原路返回 不仅是为了防备东北虎可能的袭击 更为了不打扰到狮子 果然在铁栏内 几只狮子围着一熊一瓷 不安地打转铁饰 低沉的丝铭中 透露着哀伤 灵性伏地身躯 小心翼翼地接近 一直到20多米外才停下 因为它看到 有狮子抬头四处张望 似乎听到了些什么 这只雌狮子没发现异常后 又继续低头乱挂 灵性没有再靠近 原地瞄准 20多米的距离 它也没有太大地把握一击命中 它迷眼等待着 再等磁狮背对它的机会 5秒之后 钢管飞射穿过铁栏 重重地击中磁狮的后腿 又将狮子牢牢地钉在地面 熬狮子惨嚎挣扎 灵性已经从矮草后冲了过去 在受伤的狮子挣扎着 将钢管拔离地面前 一把抓住狮子的后腿 双手发力 磁狮子整个后半身 以钢管为中心 直接被撤了下来 又被铁栏钢筋柱切成两半 肠子内脏扑洒满地 的雌狮子还没有死去 前掌和头颅无力地挣扎扭动 发出痛苦的哀鸣 三只小狮子已经远远跑开 徘徊思民 有对血腥残暴的庞大大猩猩的恐惧 不安也有对父母遭遇的伤心灵性 此时双手各有两条后鱼 顶20多米外的头智 加上狮子最后的机名反应 钢管终究没有一击致命 其实 即使没有他最后跟过来的残暴攻击 挣扎逃走的狮子 最后也会死在那贯穿在身上 的两米多长的钢管下 可他没时间等 对不起尼灵性 呜呜一声 右手的半扇 腿骨定滑 罩着狮子的脑袋砸了过去 喷腿骨和头骨撞击崩裂 红白爆散 击杀成长点加久够了 乌灵性兴奋地锤打着胸膛 这意味着 他将成为成长体 灵性抄气插在铁栏内地的钢管 与一扇尸腿冰 跑向最近的一处售卖店 关上房门 灵性拿出精华乳 只是当他想要喝下之时 他犹豫了 一旦出现进化体 将会改变现有的格局 原生动物将会开启成长 也就是能和人类一样 可以依靠杀戮进士 光照成长进化 他记得在生前是小鸡时 第一个成长体 是在两天之后 也是因为原生动物开启了成长 安心吃虫子的他 一只主动寻来的白天鹅 捕着了半个小时 它死了 现在变成动物刚过去了一个小时 大多数人还在迷茫混乱中 更多的人甚至觉得 这是一场梦 醒了就过去了 现在就开启原生动物成长 异类相识会提前爆发 造成的后果 比前生会恐怖十倍百倍 可能绝大部分鸡 连虫子是什么样的美味都体验不到 就会被猫狗吃掉 可能当小鸡仔想去寻找虫子时 发现一只比自己还大的雀 矛盾痛苦的冲击下 灵性手一抖 磕了下去骨 黄伯的能量凭空生出 瞬间席卷全身 骨骼内脏血肉 二次发育 比之前几次都要来的强烈 这一次不是舒服 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如果有选择 它更愿意在超出界限的痛苦下昏过去 但它无比清醒 不受控制 让它感觉无比漫长 实际却只有几秒的进化结束 一切痛苦仿若幻觉 它感觉自己无与伦比的强大 就在此时 那个让全人类变成动物的声音 出现在灵性耳边 全球通报 恭喜灵性成为第一只成长体动物 全球通报 恭喜灵性成为第一只成长体动物 全球通报 恭喜灵性成为第一只成长体动物 全球通报 由于第一只成长体动物已经产生 排行榜开启 全球通报 由于全球通报 由于于全球通报 原生动物开启成长限制 全球通报原生 全球通报 原生旺旺 还有通报这回事 这得多少亿人骂我 有多少动物会找我报仇 小卖部内快顶到天花板的菱形 吸了吸鼻子 我改变了世界 罪孽啊 我兴奋了吗 灵性心里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早有预料在系统加成下 自己一定是最快的 可当事实摆在眼前时候 还是有些惊讶 同时还有一些自豪开心 以及些许的罪恶感 枪打出头鸟 如今成了全世界第一只动物 这压力还是有的 世界奇人无数 可能某个家伙 意外砍了口恐龙化石 就成了霸主 又或者开了个宝箱 换了种强力动物 但转念一想 也就那样 先不说意不欲得到 就是真的遇见了会怕 作为第一个达到成长体的动物 奖励基础力量 星号一基础速度 星号一 基础防御星号一 初级一记通用标识 加一成长点 加一千 灵性还没吐槽完 一段提示信息出现 紧接着身体再次改变 外形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刚才成长体的样子 然而 五密度肌肉纤维密 度韧性 神经反应速度 都有了质的提高 等等没想到 还有额外奖励 哈哈集中注意 身高248米 体重603千克 天赋10倍伤害 10倍生命 成长体等级一成长点2026 斜杠2048牛批 单从纸面上的数据 就够牛批了 都说东北虎一巴掌能拍上蹲 现在我这一巴掌能拍多少 当然了 它只是与正常的东北虎做对比 如果也是成长体的东北虎 体型重量 速度等各方面 都比奖励前的踏踏强 这是先天基础决定的 大猩猩生一级相对简单一些 东北虎男 相对的大猩猩生一级 可能提升15公斤的攻击力 东北虎可能提升20公斤 哎 终究是基础有差距啊 灵性略过社交界面 直接打开排行榜 因为社交界面肯定是全世界的骂 排行榜有两个榜单 一个是世界排行榜 一个是国家排行榜 初次进入默认显示的是世界排行榜 第一眼 就能在最上方一行 加紧加错的信息 灵性大猩猩 成长体等级一 华国关注度2732 嗯 这个关注度是什么意思 生前坐机时 灵性就在聊天里百般求证而不得 而且 他的关注度也太高 在灵性下方 还有许多动物的信息 张建国卡佐暴龙 出实体等级9 华国关注度554 罗尔斯拜特雷克斯暴龙 出实体等级9 内国关注度385 可查高尔基 北极巨熊 出实体等级9 俄国关注度199 去通幽南方古园 出实体等级9 华国关注度254 斯密特詹姆斯 欧洲古园 出实体等级9 英国关注度238 威利昂纳德密西西比原 出实体等级9 内国关注度176 阿迪莫三别西瓦古园 出实体等级9 英国关注度214 多特拉查克拉金字塔古园 出实体等级9 埃基关注度381 当太一郎大猩猩 出实体等级9 太阳国关注度93 美马罗纳尔多安古园 都实体等级9 巴西国关注度244 灵性惊呆了 为什么不这样 上一次是一个飞球动物时 在两天后开启了排行榜 他记得 当时除了那一个成长体外 等级9也才几十个 还都是相对适合进化 成长的中小型动物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十万人数的排行榜 有近万个等级9在之下 最高的才等级 更离谱的是 等级9的 绝大部分 都是灭绝的化石类动物 恐龙猿有占大多数 之后 才是如今的猛兽类 虎士豹狼熊恶等 难道除了我外 还有人重生吗 而且人数超级多 并且不像我只提前了不到10分钟 咬一口变成自己想要变的动物 嗯 这些人还都有扎实的权柄 否则不可能这么快 升到等级9 因为基础越强大的动物 成长越困难 整个排行榜上 等级9以上的 我这只大猩猩 是基础最垃圾的动物 我都几乎屠杀了园里的大型物种 那些基础 就高达六七米的暴龙 给杀多少 才能到等级9啊 马得我是不是捅了什么 上京小型动物园 一头体型超过3米5的磁性类人员 处着根路 灯住诗神 实际上 这头巨物正查看着社交界面 不是各个频道 而是好有趣的一个 拥有一千数 亮的聊天群界面照的 南方古猿 出尸体等级9 哪个叫灵性 出来里刀 迅猛龙出尸体等级9 干灵性 你特娘的是不是傻 不知道名额多珍贵 就这么浪费一个 马报国谷 东北虎出尸体等级9 娘的 提前一小时 就整出这么个破玩意 刘永明特暴龙 出尸体等级9 灵性你是哪个部门的 唐东军永川龙出尸体等级9 刘委员灵性 不是我们华东聚区的 边国伟盗龙出尸体等级9 也不是建设兵团的灵 是胸前 周龙出尸体等级9 也不是警备处的 三米多高的雌性类人员 此时很疑问 他也对这个灵性 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这一千人 被神秘力量提前一小时告知 全人类会变成动物 但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 任何方式的告知 最终传达出来的讯息 意思都是吃了吗 然而巧合的是 一千人全都是国家最重要部门的精英 这或许代表着某种责任使命 然后众人便迅速利用 职权吞噬化石 寻找并集中资源 一小时不长 但也做到了能做到极致 动物时代降临后 他们开始了疯狂成长 现在突然冒出一只大猩猩 一个小时就到了成长体 正常人突然变成动物 一个小时都不一定恢复冷静 就算素质极好 适应得很快 也不应该成长这么快 哪怕大猩猩的成长容易一些 那也是相对的 但别忘了 大猩猩本身也没什么捕猎本 如果只靠杀猩猴 一千只都不够 看着陷入争执中的群聊 他觉得不应该在这上边浪费时间 徐通幽南方古猿出尸体等 极九这个灵性应该不在我们之中 马报博古 东北虎出尸体等极九居主任 徐通幽南方古猿出尸体等极九 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说不定有什么机遇 比如开了个养殖场 杀了几千头猪 李刀逊猛龙出尸体等极九 居主任你觉得可能吗 一只大猩猩 一个小时杀了一千头恢复野性的猪 徐通幽南方古猿出尸体等极九 李市长我只是比喻 说不定 灵性捡到一个没有怪物看守的宝箱 之类的张图 米尔暴龙出尸体等极九 李市长 我现在就在养猪场杀猪 不知道你在哪 李刀逊猛龙出尸体等极九杀养 张建国卡佐暴龙出尸体等极九 好了不管怎样 这个灵性是华国的动物 长脸的也是华国 看到没并不是只有我们 提前一小时被告知 这一刻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喊着灵性 草尼马法科马热八个鸭鲁西巴 而某些小圈子则喊着灵性杀必复马路 怕包看着排行榜上清一色的等极九 超猛霸主 灵性顿时觉得不那么香啊 加上这个第一奖励 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的 现在的等极九的出尸体 还焦躁了好迷晕 与这么多动物相比 我这个重生者就是个屁 都说重生必有系统相伴 这些凶物再加上系统 我连屁都算不上 惹不起总躲的启发 再差还能比一只鸡差 最终 他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世界排行榜上 他的名字独一档 国家排行榜自然也是独一档 好奇心趋势下 灵性打开了社交界面 我正在抓老鼠 突然窜出一条野狗 对着我就有 我现在上了电信杆 狗不走怎么办 暗灵性天啊 三只蚊子在围攻我的族人 我好想帮忙 可我好怕 打不过我也是一只苍蝇 暗灵性一头猪袭击了我 灭灭我的后腿断了 兄弟姐妹们 我可能不行了 有缘再见 暗灵性谢特 我刚想下楼去觅食 结果楼下 有的三条狗 突然发狂了 华国狗 法克妈惹灵性 华国狗坑了全世界 应该遭到围剿 法克妈惹灵性逼宰子 你一定是魅国的杂种吧 围剿你马屁 但灵性是你能染指的 魅国的杂碎 等着老子成长为一名战斗机 一定去灭了你们 恩灵性 灵性一定有我们大憨民族的血脉 哈哈阿西吧 灵性灵性只看了一眼 就哆嗦地关上了世界频道 如此其他频道可想而知 它的名字 已经成了所有国骂的后缀修饰词 使劲骂吧 老子是孤儿 灵性呜呜两声走出 确切地说是硬挤出小麦步 它现在的 已经比动物时代之前 最大的鹰背 大猩猩还高 站起最高有2米5 四肢着地爬着 也有一米七八 简直就是一头巨瘦 体重更超出太多 是陷于先天因素 不显笨重 更具美感 此时手中的钢管已经轻了 略意寻思 灵性将注意力打到了小麦步上 哗啦啦的玻璃碎裂 与防腐木折断 身后 灵性肩膀上 已经多了一根三角钢梁 因为有太多的螺丝和焊接头 三米多长的三角钢梁 不够光滑 当灵性拖着钢梁 第三次来到狮子区时 看到三头小狮子 正在吞噬尸体 动物一般不会同族互残 但它们不介意吞噬掉死去的亲人 且成长进化的本能 促使着每一头动物去猎杀 捕食其他物种 随着成长 不仅身体上的进化 属于动物特有的智慧也会 原生动物对人变动物的威胁 会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灵性 用不了多久 这三头狮子就会成年 然后等级提升 最终屠入整个园区 甚至进入安城 对于推开一段距离的 三头狮子的呲牙怒视 灵性不慎在意 砰三角铁砸锁 灵性推开铁栏门 戒备的走了进去 当它踏入狮子领地的那一刻 三头狮子瞬间进入了狩猎模式 分散除非灵性离开 否则一场战斗将不可避免 入侵者和捍卫者 只有一方能够存活 但灵性怎么会离开呢 这也正是它的目的 在坐机时就知道的信息 遵循着食物链的规律 同层次的 还可能有缓和的余地 底层物种 进入高层物种的领地 必然会被猎杀 这是原生动物开启成长后 被赋予的神圣领地观 如果灵性是头东北虎 三头狮子可能会硬钢 可能会放弃领地 但灵性是大猩猩 狮子不会也不可能跑 三头狮子利用低矮的草丛隐蔽 不复靠近 等待着最佳的捕猎时机 一切都被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灵性捕捉到 它现在的感官何等敏锐 别说三头狮子在眼皮底下 就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被偷袭到 两分钟后 灵性一手托着三脚钢梁 一边啃着低血的后腿肉 走向下一个猛兽区 狮子三个方向的同时 攻击堪称完美 只是速度太慢了 在灵性有意试试自己防御强度下 左腿被咬 嘞一口毕竟还是未成年的小狮子 它只感觉到了轻微疼痛 连皮都没破 最终 三头小狮子为灵性增加两个成长点 二十来分钟后 又高了 错了硬了黑了的灵性 回到了水族馆 三叉路口 猛兽区已经彻底清理完毕 它现在的个人信息 灵性物种大猩猩 身高265米 体重769千克 天赋10倍 伤害10倍生命 成长体等级2 成长点2143 4096 这些还没成长起来的原生猎食者 现在普遍只有一两个成长点 不过它也知足了 这不大猩猩又多了一个优点 不然哪能这么轻松 当然了 这个优点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就是噩梦了 你让一头普通的猩猩 随便去一个猛兽 去试试 用不了一分钟 就会被分食 那你继续 灵性拖着三角钢梁 向着它的四号安保石方向跑去 又是将近半个小时过去 灵性一路清理了 非洲水牛区野猪区 角马区羚羊区 不过清理的不干净 这些原生动物 同样有神圣领地关 可大猩猩不是它们食谱上的物种 最多算是互不侵犯吧 在灵性入侵后 这些物种也对它发起了猎杀 但当灵性挥舞着三角钢梁 灭杀一波后 就四散逃了 它只是向征性地追杀一下 就没再浪费时间 灵性拆掉安保石的大门 这两个来小时 就像一个轮回 离开时它是个人 回来时 它成了一只嗜血如麻的残暴大猩猩 灵性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 取出平时不舍的抽的滑子 叼在口中就像一根牙签 它没有点火 也点不着 因为打火机已经不能产生火焰 被眼神迷离了一会 便开始整理物品 先是撕毁临时休息用的沙发 将皮照顾在下半身 打了个结充当裤衩 防止走光了 毕竟那玩意太大了 又用巡逻车拖拽绳充当背带 将双肩包背在身后 其实包里不装电脑的话 除了钱包和大半盒滑子外 也没其他东西 再次看了眼 从园区建成就开始工作的地方 灵性叼着牙签一样的滑子 背着双肩包 拖着三脚钢梁离开了 它是个锅 但不是单身狗 更重要的是 那个白银宝箱快刷了 灵性拖着三脚铁 向着出源方向慢跑着 说是慢跑 食速至少超过二十多公里 它感觉这样的速度最舒服 只要不饿 它能一直跑下去 还不影响战斗 咚咚的振动声 与刺耳的摩擦声传出去 老远刺激着那些 不久前被欺凌过 还未灭绝完的 食草动物们的神经 直到声音远去 才安心啃视同伴的尸体 同样的在灵性离开之后 有一些动物 从各个安保室爬出 尤其是猛兽区的 一号二号安保室里 分别爬出三头家猪 和两条黄狗 这些动物小心翼翼地 靠近各个园区 开始了它们的饱餐之路 而同样的 在园区的某一处地方 两大一小的东北湖 也在进食 从水族馆到出源 中间还有一段动物区 大猩猩零和猕猴山 灵性当然不会放过 两个物种对它都没有威胁 当它这个庞然大物 拐入大猩猩的领地时 立即引起了骚乱 乌声叫个不停 灵性愣住了 没有立即攻击 因为它听懂了 这有着七头大猩猩族群 呜呜的叫喊声 孩子没事的 有妈妈在 你躲在妈妈身上 别下来自自妈妈 我也怕你们的头领 父王会将这个流浪的 大家伙赶走的 淫性它突然意识到 这些大猩猩 现在和它同组 而且听到这些大猩猩话 它竟然产生了奇怪的念头 那些往日 在它眼中奇丑无比的大猩猩 竟然有些扬眼 特别是其中几只雌性 竟然让它有了 想要交配的冲动 特别的老子掘步 呜呜叫了两声 在雄心大猩猩 头领眼中 变成了对它族 信号信号配权的挑衅 呜滚出我的领地 否则你将变成我的食物 沙壁灵性呜一声 翻了个白眼 这么大的块头 站在你面前 谁给你的勇气 虽然这个族群 头领也够强壮 但强壮也只是想对的 站直撑死了 1米6的身高 百来公斤 与灵性最初的体型差不多 头领也是个很猩猩 锤记了一下胸膛 手脚并用地 向着灵性冲去 灵性眼睛微靡 倒脱的 三条钢梁的右臂回板 横向扫了过去 然而就在半图 三脚钢梁写下 左臂猛然探出 稳稳捏住 想要扑击到它身上的 大猩猩的脖子 无知碰 大猩猩头领的怪叫 和钢梁锤在土里的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就这么电光火石之间 胜负一绝 所有猩猩都变得狂躁 姿姿妈妈怕孩子 别怕没事的 有妈妈在 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巫师的 孩子们别怕 他会是我们的新头领 大不了妈妈 再给你生个弟弟 巫他好强壮 灵性举着挣扎的 大猩猩头领 环视一圈 似乎在彰显自己的伟案 现在 他只需要再稍稍用力 握紧头领的脖子 就会断掉 然而他没有 在头领快要因缺氧 窒息而亡时 灵性松手了 终究是同族杀意不够浓了 灵性暗自心想 试了一眼 剧烈喘息的头领 转身向着 公路方向走去 呜呜 准备加速的灵性 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因为刚才的叫声 代表着 大猩猩头领的臣服 以确定呜 是的你 将是族群的头领 拥有优先 食物权交配权 灵性表情 流露出智慧的神采 迅速计较着得失 好灵性突然发现 有几只下属也不错 成长有三种方式 杀戮 禁食和光照 为了以后 不被那些重生的霸主血虐 他就必须保持领先 杀戮不可避免 禁食和光照太慢 而杀戮过后 留下的尸体会有多 最后都便宜别的动物 或者蛆虫 便宜别人 不如便宜自己的小弟 至于交配权就算了 我有心灵解脾 我可以围坐你们的头领 也能为你们提供庇护 甚至不抢占你的 有限食物权和交配权 但是 我有条件 呜呜呜头领 你说 不管这个老头领信不信 反正话料着了 第一族群必须跟着我离开 灵性说完 雄壮的身躯环视一圈 引得其他大猩猩 滋滋乱颤 第二 先这样吧 现在就走 灵性说完 拖着三脚铁跑上了公路 很快滋滋乌生中 一公三母三小七只大猩猩 也离开了七夕地 触发跟上 跟不上的杀了 灵性的展现了暴君威严 他的时速二十多公里的慢跑 对普的大猩猩来说 就要了老命了 但他可不会等 好在没跑多久 灵性停在了出园 最后一处园区猕猴山 在这等我通知 灵性呜呜两声跳入猴区 三分钟后 八只猩猩继续赶路 除了灵性外 其其他大猩猩 身上都挂着血淋淋的猕猴 边跑边吃 就算是最小的 还在妈妈身上趴着的那只 也是津津有味 又是几分钟后 一型猩猩 站在了动物园区的大门口 成年的猩猩 身体粗大了一些 三只小点的 也向着成年逼近了一些 那只最小的 似乎正发生着骚乱的员工宿舍方向 一眼毅然地跑了出去 灵性不住员工宿舍 与那三四十人不熟 不去猎杀 算是保留些情分了 安城西陵太行 南抵黄河 虽不是不是一二线城市 但市区人口也有三百多万 这还不算下辖区险 几个海归豪商的慈善捐助 政府牵头 各部门大笔一挥 物种丰富的西郊野生动物园 应运而生 可能是因为半慈善半公家的性质 园区的门票价格极其清明 曾经灵性还一度诽谤过几个豪商 是不是在脚钱 半生的水 不管具体怎样 确实给蓬勃发展的安城加了把力 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就业机会 还带动了更大一批从业者 物质上提高了收入 精神上也增加了幸福与阅读 而地产开发商的眼光更是毒辣 园区规划开建时 地产商才开始购买地皮 园区没建成 西环一带一小区成堆 高楼林立 甚至有的可以拎包入住了 园区建成后这三年 西环这边已经完全大变样 灵性的目标 就是其中一个叫科幻梦想城的小区 往常的八九点钟 动物园外的大道上 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如今什么都没有 没有车辆 没有嘈杂的人群 大街两侧的民宿商铺 也是空空如也 近的宛若世界末日 只有远处偶尔传来惊恐的尖叫 那是死亡前的挣扎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人类已经被迫适应了动物的身份 但大部分人却只能懂着 现在外边游走的 基本都是原生动物 以及变成和原生动物相同物种的人类 其中又以狗为罪 毕竟城市里 狗是最多也是最凶猛的动物 其次是猫 以及钻出阴暗角落的老鼠 而人类 变得鸡鸭猪牛 都在屋里瑟瑟发抖 这也是为什么 灵性会成为勃骂后缀 休士词的原因 越晚出现成长体 人类变成动物后的优势越大 就像生前是小鸡时 它吃了两天的虫 也变成了攻击中的战斗机 如今过早地开启原生动物成长 根本没给人类成长的空间 那些睡前接触过宠物的还好 最起码变成同类了 而那些吃了鸡鸭猪羊 又养了宠物没碰的就惨了 一个多小时里 全世界不知多少人 死在自己所养的宠物口中 其实灵性知道 它比那些霸主 早不了多长时间成为成长体 但终究还是早了 这个锅它永远都甩不掉 三脚钢梁 已经被灵性扛在了肩膀 但一群猩猩奔跑在大街上的动静 仍旧小不了 很快吸引了一群游荡狗的注意 并被远远跟随 灵性不慎在意 可那些普通的大猩猩就不行了 随着狗数量的增多 开始变得焦躁 毕竟狗和狼狮近亲 恢复野性 又开启成长的狗 也能算猛兽 跑了一会 灵性流露出智慧的光芒 暗中巡视 某一刻突然转弯 跑入另一条街道 穿过两排二层楼房 最终和七只大猩猩 钻进了一间仓库内 上屋顶 你们往里去一些 待会别下来 屋是首领 为了方便管理指挥 几只大猩猩 也有相应的名字 从零大到零七 零大自然 是原来那只首领 而首领就是某个不要脸 得到灵性的指令 几只大猩猩迅速行动 沿着门窗台攀爬 而离门口不远的灵性 则用力跃起 单手稳稳抓住仓库顶梁 你或者你们 将心思打到我身上 就只能承受我的怒火了 来这里不是玩的 是为了杀狗 已经快到了新修的西外环路 西外环与老西环之间 就是住宅区 那里的狗更多 其实别说这几十条狗了 就是在多几倍 灵性都不久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发现 这些尾随的狗中 明显有人指挥 如果是正常的狗群 在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 见到灵性带领的几只大猩猩 绝对会一窝蜂地冲上来撕碎它们 实际情况却只是尾随着 隐约呈半包围之势 等疲惫松懈之时 再不费吹灰之力的烈士 指挥这些狗的人 明显无视擅长 应该也了解 大猩猩耐力不好 灵性除外 每等多长时间 三十多只品种不一的狗群 出现在仓库外 随后又进入仓库 对着梁上的大猩猩狂吠 大猩猩们也刺着獠牙 发出污的叫声 彰显声势 灵性俯视着狗群 很快便锁定目标 因为有几只狗身上 穿着人类的衣服 尤其某些羞耻的部位 被遮掩得严严实实 很好胖在狗群狂吠之时 灵性扭动腰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出击 落在狗群与大门之间 仓库内猛然一静 随之狗群向着灵性扑去 灵性呲牙 一直抗在右肩膀的三角钢梁 横拉回摆 开出残影 吃吃吃 嗷呜滋滋滋滋滋滋 一击断之横飞 血无暴散 接近两米的手臂 加上三米多长的钢梁 直接将狗群扫灭了小半 空气都似乎为之一致 没进入攻击范围的狗群 突兀地来了个急刹车 又本能地向后跳开 灵性才不管狗群是怎么想的 转身一把 将卷帘门扯下来 特么的一个都别想跑 两分钟后 仓库内只剩五只躲到墙角 瑟瑟发抖的狗 两只哈士奇 两只金毛 一只拉布拉多 下来吃饭 灵性呜呜两声后 拖着钢梁走向墙角 还没等它靠近 一只金毛 突然似腿的狗 脑袋磕着地面 随后其他四只也跪了下来 恶人终究是人 手起钢梁 呼啸而过 灵性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击杀出食体哈士奇狗 等级四成长点加二 击杀出食体哈士奇狗 等级四成长点加二 击杀出食体金毛 等级四成长点加一 击杀出食体金毛 等级四成长点加一 击杀出食体拉布拉多狗 等级三成长点加一 还是有等级的动物 给的净化点多 之前三十二只狗 大部分都是等级零的货色 一共才八个成长点 而这五只就给了七个 快点吃鲜喝血和碎肉 骨头就别吃了 嗯 这几只等会带在路上吃 灵性呜呜叫了两声 取出一根滑子 像牙签一样 干雕在口中几分钟 后一群星星跑出仓库 除了灵性外 四大三小身上 都挂着一堆狗肉 边跑边啃 嗯 不能说三小啊 现在也已经成年 而那四只成年星星 全都升到了等级二 向着等级三迈进 如果将仓库里 剩下的大半狗狮吃完 绝对能到等级三 买至等级四 可灵性没给它们时间 因为它突然意识到 个很严重的问题 刚才它看了下排行榜 它仍旧是第一位成长体 等级二下方 则是上百个成长体等级 灵性感觉 短时间内应该追不上它 毕竟它是靠着第一的奖励 凭空多出一千成长点 成长体阶段 想要提升一个等级和奇难 更别说那些霸主级动物 但是谁又能说得准呢 重生有系统 人家既然敢选 说明是个狠人 如果不是标本管理的糊弄 它自己首选的 也是东北虎市 说实话 灵性真心不小 和一群大佬抢 什么排行榜 它这个名誉上的第一人 都不一定打得过第一千名 没办法相对于霸王龙来说 底子太差 生意级的成长系数加成也低啊 它还发现了一件事 让它突然意识到了严重性 它发现排行榜上近万名 等级酒吧主级之后的那些 等级八等级七多了太多 比上一事实的进程 明显快了很多 这也与它脱不开关系 毕竟人的攀比 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凭什么你特别一只大猩猩 能那么耀眼 就这一个问题 就造成了无解的事实 杀戮近视加剧 有攻击开始飞檐走壁捉虫子 甚至与鸡鸭鹅相互厮杀 也有像灵性遇到的情况一样 组建了队伍数十数百 只鸡相互依存 猎杀大型猪羊等动物 其中有的变成了狗一样 大小的战斗机 也有几百斤的老母猪 开始走出房间 四处乱拱 凭着飙肥体后的防御 奄奄一息 钱享受了一顿美食后 同样也有成群结队的 同一物种 组成了攻守之势 这都过早出现成长体 带来的连锁反应 一群八只大猩猩 奔跑在空旷宽敞的 溪外环路上 后边七只明显类的 剧烈喘息 但仍旧在坚持着 不时咬一口 挂在脖子上的肉 随意咀嚼几次 吞咽下去 灵性原本还想着穿街过巷 现在他只想 尽快看看唐青青 如果没死最好 死了就不说了 科幻孟成是 一个离动物园 不算太远的新建小区 出了动物园外的民俗界 沿着溪外环路 向北走五六公里就到 灵性直接暴力摧毁了 往常需要门禁卡 才能进入的推拉门 跑了进去 直到此时 灵性才发现 原来人繁华的人类 据其趋势如此 他看到一只德萨 正在 一只穿着斑点花衫的 泰迪身上坐着 什么小泰迪滋滋乱颤 不知道是疼的 还是其他 当他跑过 德萨一个巨灵跳开 而那只小泰迪 却躺在地上纹丝不动 不知道是吓得没反应 他看到三头老母猪 颤颤巍巍地窜出单元楼 与另外几头猪 会合在一起 消失在拐角 这是一种安静的 没有人类喧哗下的混乱 之前的动物园区里 基本没人 民俗街 除了当门室 又当住宿的店面外 人也不多 现在就不同了 一个小区三十来栋 平均二十层的楼 哪怕入住率还没达到 八十人口也有数千了 特别是早上六点变成动物 绝大多数人都还在家里 甚至还没起床 灵性敏锐地察觉到 不少目光从那些窗户里传来 他不慎在意 也没有挨家挨户屠戮的心思 虽然那些对普通动物来说 坚不可摧 防盗门对他来说 和纸糊的差不多 当灵性穿过几栋梦 来到了磕湾梦城小区的中心绿地 映入眼睛的场景 让他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中心绿地上 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动物 确切地说是两群动物 最多的是一群猪 灵性数不过来 估摸着得二三百了 另一群则是由不同品种组成的狗 差不多也有一百多 猪群中有一些明显是成长进化过的 其中最大的一只 高差不多接近两米 长度也至少四米 堪称巨猪 而狗群中 最大的一只狗的品种是 圣国纳犬 这是要发生猪狗大战了 果然哪里都有狠人 特别是能聚集这么一大群猪的家伙 猪群一百 是人类变的 而狗群里 人类变得很大 可能不到一半 可惜机里没有很差 不然又是更大的种群 嗯 也没办法 猪勉强能和狗掰腕子 即就不行了 得先成长等级 才有可能 那些趴在建筑上的猫群 倒是很聪明 灵性打量整个形式的同时 也吸引了众多目光 尤其是那些猪 短暂的著名狗叫之后 这两群动物 有向灵性靠近的驱势 林大给我一条狗腿 你们后退 做好上述爬楼的准备 灵性呜呜两声 几只大猩猩照做 灵性左手拎着低血的狗腿 扫是一圈 好像一块物业 做通知用的活动 排三角钢梁扫过活动牌 应声而倒 以狗腿代笔 在活动牌上哗啦啦的梳洗 片刻之后 扔掉狗腿 单手将三米 剑长的活动牌举过头顶 牌子上出现一段姿兄弟 找人没有恶意 找过就走 灵性的块头 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个子绝对是在场最高的 相信所有动物都能看得见 他举着牌子 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对面的18号楼 因为唐青青家 就在18号楼 算是楼王 楼前就是中心绿地 片刻之后 灵性将牌子扔掉 抗着三角钢梁 走向两群动物对峙的中间空地 他的速度不快 也没有来回打亮 目光直视前方 尽可能地让自己表现得没有威胁 走着走着 灵性感觉不对劲 猪狗群变得有些躁动 尤其是狗群 实际上在灵性看来 他已经做出了很有善的举动 而在两方动物眼中 就不是那个位了 这只猩猩特么有病吧 这批给你装的 我们在决定着 磕完梦成领袖地位的关键时刻 你特么一只狗屁猩猩 来干掉布 吃了你就烧失高香 合着还得让你大摇大摆地找人 这币给你装成啥了 能在短时间聚集这么一大群 团伙的头领 谁还能服了谁 谁还能忍得了 或许是灵性刺激了双方的神经 也或许它 只是 双方原本就要发生大战的一个借口 在灵性走到中间时 有狗率先冲出 我不想杀 科幻梦想成18号楼富士顶层 一只不偶猫 静静地趴在阳台上 望着远方 虽然远方的世界 在他眼中是模糊的 这样的姿势 已经维持了好久好久 还有一只 山羊蹲在门后喘着粗气 面前堆放着锅碗瓢盆等杂物 还为大学毕业的唐青青 凭着优异的成绩 和父亲还算不错的人脉 提前拥有了一份好工作 就等着毕业之后 开始精彩的人生 同时也能与交往了四年的男友林姓 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的家庭条件成绩和姿色都不错 在学校也不乏追求者 那些追求者中的每一个人 都比连高中都没念完 长得也一般要钱没钱的孤儿林姓强 但他就是喜欢林姓 不仅是因为林姓在四年多前 将他和父亲从车祸中救出世 留下的坚毅身影 还有林姓那种不舔不贪 一切都顺其自然地 与他高度吻合的价值观 还有 就是每一次都让他很欢愉的雄厚资本 然而任他如何也想不到 一切都在这个周末的早晨改变 还为起床的唐青青 被男朋友的电话叫醒 接着就被对方的一连串的瓜造弄懵了 在他的印象里 四年多来 林姓几乎很少这样 今天他就尝到了林姓的脾气 甚至那一刻 在学校中风云的他 想到了闺蜜们嚼得乱七八糟的蛇根 不过他还是照做了 毕竟林姓的性格很少发脾气 只要来脾气了 就一定很执拗 只是疑惑的时间太长了 刚刚将心爱的不偶猫 送出门外回来 还没打开冰箱 就失去了意识 然后那个可怕的声音出现了 全世界都变成了动物 他变成了一只不偶猫 而他的父亲变成了一只山羊 崩溃恐惧 将他整个身心淹没 就像四年前 一家人被困在吊道河中 缓缓下沉的车里尸一样绝望 当他想要和正常人一样 通过聊天寻找慰藉之时 突然想到了林姓的话 为什么林姓让自己吃牛肉干 为什么让把猫腿打断 如果不是 林姓自己就会变成鸡 因为昨天晚上 自己和林姓一起吃的炸鸡 那一刻 伴女强性格的唐晶晶 心中生起了希望 因为林姓说过会来找他 他压下了想要和人聊天的冲动 默默地看着别人聊天 默默地等待着 那些看似插鸽打混 不着伺溜 甚至误会连天的聊天 映沉到现实里 是那么的险落 他先是在阳台 看到了有动物走出 还模糊地看到 有动物开始相互厮杀 血腥的吞噬 后来 那个全世界都能听见的声音又出现了 更多的动物出现了 变成了更混乱的厮杀 而有些动物少了 有些动物跑了 变成了猪群和狗群 唐涛山羊亲二 你柳越阿姨的队伍越来越大了 要不你也加入吧 唐青青不我猫爸 我要等 灵性妇女两人 通过查看面板介绍 加上了好友 只是设置隐藏了等级 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聊天 唐涛山羊亲二 世界已经变了 游步的人如果不走出去 迟早会有动物过来 到时候 爸也没能力保护你 唐涛山羊灵性不会来了 他在动物园工作 说不定已经 唐青青不我猫爸 灵性一定会来的 唐涛山羊哀 山羊继续将杂物堆积在门口 想要为这个家的安全 再出一些力 到后来 甚至拼着全力 将椅子桌子都顶过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 绝望和希望左右徘徊 唐青青听到了楼下的惨 叫这样的惨叫经常发声 只是这次的叫声 更想更惨烈 耳朵虽然能听见得很清楚 但他的现在是只不我猫 白天看远处的东西很模糊 他只能看到 有一团紫黑色东西来回晃动 所过之处 全都变成了一片血红 唐青青不我猫 外边又开始相互残杀了嘛 被史无前例的惨烈声响 吸引过来的山羊 跳上阳台 只一眼视线就磨不开了 嘴巴不受控制的张开 唐青青不我猫吧 发生了什么 不我猫远处属于近视眼 看远的模糊 但看近处又超级清晰 唐青青自然能分辨出 父亲露出的难以置信的表情 唐涛山羊心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看到一只大猩猩 是超大号的大猩猩 拿着根铁棍在屠杀 唐青青不我猫 世界都变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不幸的 就是一只鸡在屠杀那些猪狗 我都信唐涛山羊啊 是啊 不管怎样 咱们都是弱者 都怪吧 如果昨天晚上 我将那瓶狐哺酒喝了 唐涛山羊青儿 不能再等了 等爸死了以后 你吃了再去林月那里都是猫 数量说不容易被欺凌 唐青青不我猫吧 别说了再等等 死就一起死 我们已经多活四年了 一羊一猫 看着下方的战斗 一个看得清晰 一个看得模糊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 就停了 乌砰砰砰 乌砰唐青青听到 大猩猩的怒吼 雨锤打胸膛的撞击声 然后世界仿佛被按下了 静音键 什么都听不到 唐青青模糊的看到 猩猩转身离开 过了一会又回来 还举着个什么东西 唐涛山羊原来是找人的 唐青青不 偶猫吧你说什么 唐涛山羊 这只超大号大猩猩 举着个牌子 上面写着找人的 找过就走 唐青青不偶猫找谁 唐涛山羊我哪知道 没写唐涛山羊仪 牌子翻过来了 我在做蛋炒饭呢 别这样 这么大很难受 唐青青不偶猫什么 唐涛山羊 牌子上写着的字 真是奇怪 不写找谁 写着莫名其妙的话 怕在阳台上的不偶猫突然跳起 吓了山羊一跳 唐涛山羊仙 你怎么了 唐青青不偶猫爸爸 是灵性 那是灵性 灵性来了 他真的来了 唐青青再次看向下方 紫黑色大猩猩 站在一片红色之中 就像一片花海 平心而论 灵性真不想杀 然而 世界已经变了 配合是人 但变成动物后 也有动物的本能凶性 当那些猪狗向他 或者向着对方冲过来时 物种之间的杀戮 自然而然地发生 等级二的成长体 面对一群大部分都是等级零 或者等级一的出尸体 就是不算十倍伤害 三角钢梁抡上去 也能鼓断惊蛇 而在十倍伤害的加成下 直接暴碎成一团团血污 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猪狗 正面战斗的杀伤力 动物四面八方地冲过来 在他攻击的间隙 难免会被咬到 尤其是那些低矮的品种的恶狗 其中几次被有等级的狗 咬到出血 更难受的是冲击力 虽然很多都直接暴散成血弱 但那些猪携带几百斤的冲击 让他几次都差点维持不住身形 不得不频繁起跳 纵越到另一处 化解疼痛和憋屈 反而激发了他的凶性 更惨烈的屠戮 发生了 猪毕竟是 人变得在被击杀几波后 开始展现出人性的一面 耸了 而那些狗 仍旧在不要命地攻击着 但很快也耸了 被激发出凶性的灵性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结束 一个纵越出现在猪群中 一击将那只最大的猪 弄成了碎片 然后原地转身 三角钢梁划过数十米距离 将最大的那只狗定死在原地 然后猪群狗群一晃而散 灵性也没有心情去追 战斗只持续了五六分钟便结束了 灵性一共杀死了二百二十一只洞 收获了四十三点个成长点 可谓收获颇丰 其中那只等级五猪 给了四个点 等级五的狗六点 他知道很多人看到了这场战斗 也相信没有动物再来挑衅 短暂的休息过后 灵性再次举起了牌子 示意自己没有恶意 顺便在反面写了一句话 那是在变成动物前 打电话时留下的暗号 也是唐青青在厨房 第一次发生不可描述事情前 唐青青说的话 如果唐青青没死 一定会看到 即使万一看不到也没关系 他现在就准备去二十三层 林大过来吃吧 能吃多少吃多少 那条狗和那条猪留着灵性 呜呜两声 招呼小弟们进食 他则举着牌子去往十八号楼 而那根将大狗钉死的三角钢梁 则留在了原地 社交界面好友区 属于梦想城居民的一个个团体聊天群 早就炸开了锅 特别是猪群和狗群恐慌惊慌 以及不敢置信 其他物种团体也同样如此 只是某些有卓觉眼光的动物 则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与野心有关 最开始的混乱 相互挣扎厮杀 优胜劣汰 形成最强大的两个物种群 分庭抗疫 那些稍微弱一些 或者数量少一些的物种 猫牛鸡等 只能进入了暗处躲避 现在两个最强大的物种群 被一只大猩猩屠戮 特别是其中的关键首领死亡 哪怕那两个物种仍旧保留相当一部分优势 但他们看到了希望 但前提是 这只强盗令人发指的大猩猩 真如说的那样 找过人就离开 同时 他们也好奇 这只大猩猩在找谁 数以千百计的目光 透过窗户楼顶树木等隐秘角落 注视着大猩猩的动作 特别是18号的楼的动物 每一只都期望 这个这只从天而降的大猩猩 是自己的某位亲人或朋友 变了灵性对这些浑然不在意 走到18号楼前 单手提着弱大的活动牌 轻轻跃起 一跃三四米粗壮的右臂 稳稳抓住二层 安着防盗窗的阳台边缘 再次用力 伴随着一些混凝土的脱落 灵性已经来到了三楼 右臂与双脚并用 如法炮制 一次一层楼 轻巧顺畅惬意 18号楼的某些动物 随着大猩猩 爬过自己的楼层 心中的希望黯淡了下去 只剩下羡慕 灵性越往上爬 速度也越来越慢 与泪无关 哪怕他爬个百八十楼 也不会累 因为忐忑 他害怕那间房子 变得混乱血腥 如果那只动物死了 不管是什么动物杀死 他都决定 让整个科幻梦想成的动物陪葬 哪怕会耽误很多时间 影响预计安排 因为二十三层的那只动物 算是他保留人性的最深 也是最后的羁绊 在蔓延总有到头的时候 他的手臂抓到了二十三楼的阳台 硕大的脑袋升起 他看到了熟悉的窗帘 继续升起 他看到了一只熟悉的不耳猫 还有一只羊 室内没有太大的混乱和血色 说明没发生猎杀 进食牛呢 怎么是一只羊 吃的酱羊肉 念头闪过 任凭活动台 从二十三层坠下 瘦大的手掌抓着忽兰猛力 忽兰直接脱落 灵性指了指里边 又指了指自己 然后又指了指里边 意思很明显 你们后退 我准备进去了